好了,我開始走入這個八山澳村的村的範圍了 當然是鳥羽花香,有極之多的鳥仔,不同品種的鳥仔 剛才就在這個地方吃東西等等 我講話都盡量細小一點 有些最舊的,塌了的,這間 準備塌的,有修復過的 修復過之後再做好一點 很多外國人在這裡聚居 是個小社區來的 牠會種植物 木瓜 木瓜,在家裡 你看到這間1961,很漂亮 算是很漂亮的 這幅牆,整幅就讓植物依附住了 很漂亮的感覺 牠們會做平些草,剪草 這隻是大葉草 最粗身,最好的,最密的了 其他草的種子拿不到底 所以牠不容易生長,其他雜草出來 要剪草的機會,或者那個辛苦程度 都可以減低很多 低狗 反而百慕達的,很幼很幼的 但是呢,很容易放到土地 然後把其他草生放出來 這隻雞蛋花,很漂亮,對不對 很鮮 雞蛋花 再往前走 這個植鋼呢?全部集中在左邊 我們稍後再進去 我儘量不想驚動任何人 當然 這個是 有點乖乖 valeur 蹲下 太疲 budgeting 應該會來到 那是對笑的, 真是知道的, 這些鍋鍋呢 我們來看看 上次來的蕨類植物是很罕有的 這次我未找到 好, 好像城樓一樣 一磚一啞, 都保留以前的一模一樣, 沒有分別 留意 好漂亮的 我想都有七十年左右 先看看, 特別特別一點 看到了, 很明顯, 由樓梯上去 為什麼呢 以前呢 應該就是這個村, 或是這個圍的主門來的 大門來的 樓梯上去, 如果不是, 不會弄到樓梯這麼漂亮 是不是 肯定不會 後來有什麼原因呢 就把這個門呢 大門呢 就封上 做窗 那就可以看到了 窗窗 那邊的淺灰色的磚是新磚 來的 黑色是舊磚 來的 是不是, 很明顯 OK 好, 我試走上去 回去問問一下你的朋友 有些朋友知道的 他們差不多把所有的村子 這些這樣的 裝飾物都拍照了 我問他們應該知道的 OK, 好 繼續走 那我走運條村 由村派走到村尾 先 待會呢, 先在其中兩條環巷 再看看 我就多一手了 走這裡 封了的 但是看到的 很漂亮的 一定是有人住的 在這裡 是不是 有些 新的桌椅 是不是 有燈籠 很有原始的氣息 有小路進去裡面 待會有時間 手機夠電再去 未必夠 來的 燈籠 這裏 木有燒了 是不是 那些草地呢 它是做得好骨子的 前面有些 上下梯啊 搖板啊 不需要去酒吧的了 不需要去酒吧的了 每晚呢 那些外籍人士都在這裡開派對的了 很棒的 好 好了 短短走過了 那條村了 村頭到村尾 那好像很短 但是不是的 這條村裡面的建築呢 我記得是三浸 有三浸至浸室的部分是四浸的 那我會在最少干擾 有醫療的人情況之下呢 我是不是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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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